一花以世界,一夜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朱玉有言 吉人寡言语,造人之词多 越是在高处的人越不会夸耀自己 那些卑贱的人总是夸夸起谈 不知言多必失的祸害 诚然,真正有远见的人总是深藏不落 不断为自己带来吉祥 一,不落动机,做事语扬先逸 蔡甘台有言,英丽如睡,虎行似病 正是他拙人试人手段处 老鹰假装睡着,老虎假装生病 正是他们捕捉猎物的手段 你想要得到什么,不能提前告诉别人 反而要伪装自己 用一些虚假的动作来迷惑别人 诸葛亮在空乘记中 看似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他却不动声色地做了这几件事 让书童陪伴他,到楼上弹琴 尽量伪装成胸有成竹的样子 打开城门,让对手不敢直接进入 让百姓在门口扫地 让对手传声百姓是不是士兵的意义 你有好的计划,不能抢先发布 万一你做不到,别人会笑话你 万一你积极在做,别人会阻止你 要是你的计划适合别人 别人会比你动作更快 不管是赚钱还是学习 你都要非常地安静地进行 适当地用一些伪装术 让对方不清楚你的动机 避开了别人的竞争和打击 你实现目标会更加容易一些 鸣枪一朵,暗箭难防 你把自己放在暗处 能进能退,让人防不胜防 二,不露声色 过好当下的日子 古人言功过不可耍混 恩仇不可过敏 对于自己的功劳和过失 对人的仇恨和恩情不能模糊 要区别对待 功劳要淡化 过失要牢记 仇恨要淡化 恩情不要索求回报 总而言之 让过去的都过去 不要耿耿于怀 沾沾自喜 真正的君子能做到 喜而不语 苦而不语 人生就像是一个过程 你要苦苦追寻过去的东西 你就会弄丢现在的东西 徒增烦恼 《大幻西游》里 有一个月光宝盒 只要打开它 就能够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刻 至尊宝想尽一切办法 打开了月光宝盒 但是他还是错过了最爱的人 要么相遇得太早 要么就太晚了 人生哪能 多如意 万事只求半真心 人这一生都不会称心如意 根本不要去洗脚过去的得失 把当下做的事情做好 善待身边的人 以后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 三 不漏财富 闷声发达财 俗话说天机不可泄露 明朝一位哲学家认为 想要发大财 就要抓住天机 天时地利人和 每个要素都要考虑 当你得到了天时的时候 要慢慢去创造其他的要素 不要得意 因此 能够发大财的人 都懂得瘦弱 重复很深 赚钱难 授钱难 授钱难上加难 沈万三是一个大财主 可以说是富可帝国 他还积极帮助朱元璋 回来被封为梁国公 但是他在皇帝面前 说了一句 我要犒赏军事的话 抢占了皇帝的光芒和功德 此后 沈万三被打压 驾到中路 不妨看看那些商界大佬 除非所做的生意 需要张扬 需要高调 或者做到一定的程度 实在无法低调 否则基本上都是真正低调的人 都遵循 闷声 发大财的路子 而且即便因为客观现实 无法做到闷声发大财 他们也一定是喜欢闷声发大财的 也一定会尽量保持低调 比如腾讯创始人马化腾 就被视为闷声发大财的代表 其余像华为任正非 顺丰王位 段永平 曹德旺等等 都曾经乃至现在 都被视为闷声发大财的企业家 另外生意厂商 关于闷声发大财 有心人还总结了一条 非常值得思考的经验 做生意 不管多赚钱 也不管多顺风顺水 都要尽量地低调 不要自夸自欺 有多赚钱 有多厉害 小心被别人抢了饭碗 比方说 你发现某座城市的人 很喜欢游泳 但是城市里没有相样的游泳池 你要马上动手建立游泳池 狠狠地挖低一桶筋 你要是把商机泄露了 竞争对手必定会蜂拥而止 另外 做生意 闷声发大财 在行业上也是有一点要求的 否则 为什么真正低调的人 都喜欢闷声发大财 却还是有很多人做不到呢 一般说来 闷声发大财的行业 有两个基本特点 其一是需求量非常大 有着发大财的空间 前二是做这门生意的人比较少 利润容易集中 随着竞争的激烈 人均赚钱的程度 自然就下降了 所以 闷声发大财的人 不会蠢到 让别人来分一杯羹 事实上 闷声发大财自古就有 像朱元璋 高筑强 广积梁 缓称王 就是一个典型 四 不露人脉 暗中与人联手 人生路上如何交友 老话说得好 交世人不如有山翁 接住人不如清白屋 和有钱的商人结交 不如和隐居的老人结交 八解权贵 不如心尽不一 如果你和实力很强的人交往 别人瞧不起你 反而暗中利用你 真正善于交友的人 讲究门当互对 并且强强联手 把人脉资源用到极致 但是不影响对方的发展 大部分的帮助 都是很低调的 人与人之间的帮助 需要不动声色 那些大张旗鼓 去帮助别人的人 就是在作秀 用别人的成绩 往自己脸上贴心 就是在捉弄自己 朋友多了路好走 如果你处处炫耀朋友 关系就会疏离 朋友担心你暴露他的秘密 破坏他的前程 如果你只是结交 急功近利的人 那么你就没有长期的合作伙伴 也没有未来的发展潜力 人这一生需要掩藏的东西 有很多 可是 如何做到深藏不漏 关键就在于这个藏字 让自己的一言一行 变得安静 又深不可测 韩明威说过 我们学了两年学会说话 却要花上六十年的时间 来学会闭嘴 有远见的人能够做到深藏不漏的关键是 藏好自己的语言 不乱说话 别人就无法猜出你的心思 也不能从你嘴里得到重要信息了 同时注重自己的表情 手势等 避免有过多的肢体语言 还要藏好自己的行动 不直来直去 适当用一些假动作迷惑别人 你的行动不被人注意 就能躲过很多的阻力 也要藏好你的脸色 任何时候保持安静祥和的样子 你可以输掉自己的金钱和地位 但是你不能输掉自己的心情 你脸上的微笑 可以掩藏很多的东西 也可以给别人好印象 深藏不漏 是一种智慧 让人生宁静致远 把自己藏在万物之中 越朴素越高贵 在向往返华的路上 别忘了守住 内心的宁静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 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 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 子慕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